端午前夕关怀社会弱势 台中本院上这一连三天 发起包纵驻弱势的活动 这一次首度结合了台中和台南两地 动员两百位的志工 要包三万五千颗宿纵来依卖 依卖所得将全数捐给弱势 发挥社会公益的精神 一道早近百位的志工总动员 有的忙着洗纵液 有的忙着炒馅料 他们这一天都是无偿付出 要来响应台中本院山的 宿纵义卖送案活动 这一次更首度结合台中跟台南两地 动员两百位的志工 要包出三万五千颗宿纵来义卖 今年已经卖了第十年了 过去往年我们从一万两千颗 到两万五千颗 今年我们增加一万颗 总共有三万五千颗 就是需要的人越来越多 感觉弱势家庭 甚至社会福利机构 他们端午节在送诉众 有许多经济能力不足 募款不是很理想的人 他们就会向我们要诉众 主办单位指出活动举办了十年 意卖